這期影片我會分享在最新的Canva裡面 好用的應用程式 你可能還不知道的使用技巧 以及隱藏的工具 讓你全面發揮Canva的作用 Hi,我是Greyson 這頻道就是關於YouTube頻道運營 流量變現以及網路傳染內容 我每週分享三部影片 需要記得訂閱我頻道 首先第二功能叫尺規和輔助線 這個功能它是隱藏的比較深的 先我打開了一個Canva的空白文檔 然後需要來到左上角選擇檔案 這邊選擇設定 然後有一個顯示尺規和輔助線 這樣你可以看到 在我的畫板上面 就會顯示尺規還有輔助線了 它有縱向的還有橫向的 比如說我從橫向方面 去開始拉伸出一個輔助線 比如說放到這邊 這裡面你就可以看到 就有一條輔助線了 然後從縱向這邊 也是能夠拉伸出一個輔助線的 這樣做的好處就是 我能夠非常好的控制 我每個元素它所處理的位置 比如說可以添加個文字 新增文字方塊 然後我放到這邊 就可以非常好的對齊元素了 然後再添加個元素 比如說可以添加個圓 縮小一下 把它和這文字進一對齊 這樣你就能夠非常精細的控制 每個元素在畫面上面的位置了 如果想取消這輔助線 還是回到這檔案這邊 再選擇設定 這邊再點擊顯示尺規和輔助線 就可以看到 尺規和輔助線的功能就消失了 下一個功能叫快速新增輔助線 這個還是和輔助線是有關的功能 但是如果我們使用上一個方法 去創建輔助線的話 這個是能夠讓我們隨便移動的 只能說我想將這個畫面去平均分為9等份 我是很難使用該那個功能 去切分成9個等份的 所以我們需要使用新的功能 還是選擇檔案 然後選擇設定 這邊有一個新增輔助線 就可以看到這邊有預設了 有12個資料行 它的顯示就是這樣子的 能分為12個等份 還有3行資料行 就分為3份 還有3x3網格 就是分成9公格了 或者是你可以自訂 這裡面你可以選擇行數 列數 然後間隔 比如說可以取消間隔 間隔是0 這樣就可以看到我間隔是0了 然後可以調整行數 比如說是12行 這邊也可以對列進調整 比如說它的列數 間隔還有邊距 這邊可以選擇新增輔助線 就可以看到它就新增了 12條等距的輔助線了 假如說我想變成3x3的9公格 我就可以選擇這個3x3網格 然後選擇新增輔助線 如果說我不想要這個中間的間距 可以選擇自訂 然後選擇3行 然後三列 間隔是0 再選擇新增輔助線 就可以看到 我就能夠做出3x3的9公格形態了 接下來要介紹一個應用程式 它叫Type Extrute 它能夠增加文本的深度還有維度 我需要來到左邊選擇應用程式 這裡搜索Type Extrute 選擇這個應用程式 這樣我就打開了這個應用程式了 這個應用程式是能夠讓你去輸入中文的 但是你需要選擇一個合適的字體 像選了這個四元黑體 它是能夠有到中文的 然後就可以輸入中文了 現在就可以看到底下就展示出了我剛才輸入中文了 這裡我也可以輸入兩行文字的 你就可以看到現在我的文字就變成了兩行了 然後你可以選擇是左對齊的 居中對齊還是往右對齊的 這邊可以選擇讓它左對齊 底下你可以選擇這個行高是多少 往左移就更小 往右移就更大 比如說可以把它變成0 接下來這個就是字體的外框它的粗細 越往右移就是越粗 越往左移就越細 這都是能夠根據你自己的想法的 然後你可以選擇它的角度 也是能夠去調整不同角度的 然後可以調整它長度 越往右就越長 越往左就越短 然後你還可以選擇字體的顏色 還有這個陰影的顏色 也是能夠調整的 或者是你可以讓整體去變成一個黑色的背景 這樣就是一個黑色背景了 但是我需要調整一下我的陰影顏色 這邊我就先保留這是一個白色的背景 在所有都調整完之後 你可以選這個Add to Design 你就能夠看到 這樣子的文字效果就出現了 接下來我會展示給你 如果在圖形裡面快速添加文字 比如現在我有一個矩形了 如果說我想要在矩形上面去添加個文字 很多人會使用這樣的方式 結果他會首先創建一個新的文字 比如現在我已經創建一個新的文字了 然後再放到這個圖形上面 再調整一下它的屬性 它的顏色等等 然後最終把它進行群組 這樣子就完成了這個操作 但其實有一個更加快速的方式 比如現在我再添加個矩形 你可以看到在矩形的中間 會有一個讓你輸入文本信息的標誌 這就代表我們是能夠輸入信息的 就可以看到在這邊 我就能夠快速的在這個圖形上面輸入文字 並且是居中對齊的 然後對於這個文字 我們是能夠調整屬性的 比如說我們可以調節它的文字顏色 把它變成紅色 然後變成粗體 或者是把它變成更大一些 你可以看到都是能夠操作的 會比剛才那種方式來的更加快捷 任何圖形都是可以的 比如說添加個圓形 你也可以看到在這中間 是能夠讓你輸入文本的 也是能夠像剛才一樣調整文本的屬性的 所以這種方式是更加快捷的 下一個CAMMA的使用技巧是 簡單按一下時出現 這個在我們展示簡報的時候 是一個非常好的效果 比如說現在我想要展示這個頁面 但是我想加入一些展示的效果 比如說第一個點出現的時候 展示第一個點內容 然後再展示第二個點內容 再展示第三個點內容 這樣子會讓我整理展示的效果會更加好 那麼現在CAMMA的這個功能 就能夠讓我非常好的實現這種效果 我可以首先選這個元素 這個是我想要展示的第一個元素 然後可以選動畫 這裡就可以看到有個簡報設定 按一下時出現 然後可以打開這個功能 再選擇這個文字 就是按順序第二個出現的 然後把它打開 然後這個元素是第三個出現的 再把它打開 按照同樣的方法 去依次打開相關元素 像我就全部設置完了 我可以選右上角展示簡報 像你可以看到只有這個標題出現了 然後可以按一下 就可以看到這個元素就出現了 再按一下這個元素所代表的文本出現了 第二點的標題出現了 然後再按一下第二點的文本出現了 再按一下第三點這個標題出現了 最後這個第三點的文本出現了 所以這樣子就能夠讓你非常好的去展示你簡報上面的內容 下一個開碼的使用技巧叫 剪輯影片的時候控制元素顯示的時間 你可以看到這裡面會有個主影片 然後會有個元素 但是我並不想我這個元素從頭到尾都出現到我這畫面上面 我想去控制這個元素出現的時間 那我們就可以選這個元素 然後右擊這邊選擇顯示時間 就可以看到底下簡直區裡面就出現了這個元素的圖層 這個紫色的區域就代表這個元素出現了時間 我現在就能夠調整它出現的時間了 比如說調整到這個時間點 就代表我這個元素是在這個時候才會出現的 我可以播放一下 你可以看到一開始是沒有出現的 然後現在在這個時間點這個元素就出現了 所以使用這樣的方式你是能夠控制在你的畫面上面 哪個元素在哪個時間點出現的 並且也是可以控制它在哪個時間點消失的 比如在這邊我想讓它消失了 我可以努力到這邊 現在重新看一下 現在是它出現的時間 然後現在是它消失的時間了 所以這樣在你使用Canva去剪輯影片的時候 會有更多靈活度 下一個Canva的使用功能叫下載索選項目 比如說在你做完一個設計的時候 你想要下載其中一個設計裡面的元素 那麼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使用這樣的功能 比如現在我已經做好了一個這樣子的IG貼文了 但是我想單獨下載這個元素 我就可以把這個元素進群組 然後選擇右肌 這邊有個下載索選項目 然後可以選擇這個透明背景 這是Canva Pro的功能 然後就可以選擇下載了 現在我就導入了剛才我下載好的元素了 並且它是一個透明背景的 接下來一個功能叫影片Mocup Mocup就是可以讓你把設計展示到真實的場景裡面 我可以選擇左邊的應用程式 然後搜索Mocups 這裡面你可以看到這是一個全新的功能 它能夠讓你去把你的設計展示到影片的畫面裡面 我可以選擇查看全部 這裡面就會有更多 你可以把你的鼠標移動到這上面就可以預覽了 比如說可以選擇這樣子的模式 然後可以調整它的大小 可以首先來播放一下 它的整體效果就是這樣的 然後下面就可以插入影像了 這裡面它有提示到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從上傳項目裡面 直接拖到這畫面裡面 比如說可以拖錄我頻道首頁的畫面 現在就在運行了 需要一定的時間 現在也可以看到我頻道的首頁就敲錄到這畫面裡面了 可以來播放一下 這樣子整體的展示效果是更加好的 所以我認為這個功能非常好用 如果說你想調整一下畫面裡面展示區域 你可以雙擊 然後這邊可以選擇要展示的畫面 比如說想展示一下我的頻道圖 所以可以往下拖 然後這邊有些預設 比如說你要填滿的 或者是最適合大小的 這邊還可以讓你選擇智慧裁切 底下會有對齊屬性的條件 以及翻轉屬性的條件 在做完調整之後你可以選擇套用變更 就可以看到剛才我們做的變更就出現到畫面上面了 下一個功能叫大量建立 比如現在我設計好了一份獎狀 是頒發給教學優良的教師了 但是不只一名教師會收穫到這獎狀 會有很多名的教師 所以我就需要保留這個設計樣式 但是需要更改這個教師的名字 我就可以使用CAMMA裡面大量建立的功能 我需要來到左邊選擇應用程式 然後這邊有個大量建立的功能 這個功能就是你可以快速的從CAL或者CSV文檔裡面 出來建立數百頁的內容 或者是手動的去輸入資料 底下會有兩個選項 手動輸入資料或者是上傳資料 這底下是它的資源檔案 今天我就選擇手動輸入資料 這邊起始的默認類別就是姓名還有電子郵件 你也可以選擇新增類別 今天我是只需要去更改它的姓名的 所以就保留姓名這個類別就可以了 先我要添加不同老師的名字 先我添加了15個名字了 然後可以選擇右邊的完成 接著我選擇模板上面的名字 然後選擇這個連接資料 然後可以選擇連接到姓名 這裡面就展示給我 我剛才輸入的名字列表 然後這邊我選擇繼續 然後這邊就顯示 你可以套用這些名字的資料 然後我可以選擇這個 產生15個設計 現在就可以看到 這邊就幫助我快速套用 剛才我輸入的名字了 這些都是不一樣的名字 然後可以選擇這個網格解釋 就可以查看到不同名字的獎狀了 所以這個功能真的非常好用 能夠幫助你解約非常多時間 但這個功能是需要你適應到 Coverport才能夠使用的 你可以通過影片下方鏈接 去獲得Coverport的30天的每倍適用 你就可以強制一下 這個大量建立功能了 接下來要介紹 現在的Canva 是能夠讓你導出透明背景的GIF文檔的 這也是需要你適應到Coverport才能夠使用的 比如現在我想把這個做成一個GIF文檔 我可以選擇右上角分享 然後選擇下載 然後選擇檔案類型 它是GIF文件 這邊你可以看到 我可以導出透明背景的 這些我帶黃金標誌 就代表你需要適應到Coverport才能夠使用的 然後就可以選擇這個下載了 下面可以看到 我就導入了剛才我導出的GIF文件了 它是透明背景的 可以放入到任何背景上面 你可以通過影片下方鏈接 去開始使用Canva 我想學習到更多關於Canva的使用技巧 你可以點贏這個播放列表 如果覺得這影片對你有幫助 喜歡我們的影片點個讚 也一定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更多關於Canva內容 追蹤我的IG 能夠和我們更多互動 那我們下期影片再見 掰掰